又一个儿童房 还是上下铺 这个 妈妈这是要让我儿孙满堂呀 明白了 明白了 我终于知道妈妈让我买这套房子 回老家的用意了 小浪创业季 没订单 怎么会还没有订单 过完年都两个月了 我这订单少得可怜啊 这段时间大家都问在家里 所以我这装用的生意 已经没有了 我现在每天只能吃点 院子里的水果 萝卜和小土瓜了 这个假期 整个人都受了十斤 嗯 不对 我这搞得这么悲伤干啥 我也不是穷得一分不胜啊 再说了 我还有房产呢 对 赶回屋里看看去 嗯 没错 整整三套呢 哦 对了 这边有套房子 就坐落在我的老家 早就被我妈妈盯上了 昨天还打电话让我买了它 让我搬回老家住 不带创业 不过 它是房产大人里 最贵也是最好的房子 作为儿子 当然听妈妈的话了 反正现在我也没有订单 干不下去了 只是 这是房屋的价格 这是我现在存款 虽然这中间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 我认为 做一件事 就要认真去做 想要一个东西 就要努力去得到 所以 现在立马行动 卖房子 OK 卖完房产 秒变富豪 腰包鼓鼓 一身轻松 点点鼠标 新房到手 走 现在就坐火车 回老家 到了 这里就是 我的老家 雪香 虽然已经是三月份了 但这里 依旧银庄宿古 白雪 像一个 梦幻中的小村庄 不要问我 我的老家在哪 大概是在 童话里 这就是 我在房产大人里 买的最贵的那套房子呀 看起来 太气派了 走 进去看看 嗯 妈妈的眼光真不错 房屋的整体布局和装修我都非常喜欢 简单打扫一下 今晚就能住了 哦 一楼右侧是餐厅 嗯 不错 这边左侧 简单改装一下 可以坐客厅 哦 然后 十二楼 婚房 嗯 儿童房 又一个儿童房 还是 上下铺 这个 妈妈这是 要让我儿孙满堂呀 明白了 明白了 我终于知道妈妈让我买这套房子回老家的用意了 不行不行 我要出去 我要创业